好 现在我们就来对KD数这种结构的总体性能 也就是它的复杂度 做一个总体的综合分析 首先是它的预处理的时间成本 我们已经知道 所谓的预处理就是要完成对整个这个空间的逐层的划分 使它总体的变成一系列的子区域 并且将这些区域组织成一棵树 就像右边这幅图一样 我们知道整个这个构造的过程是地规的 每一次我们的核心就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分点 无论是这个还是这个 并且将对应的子级一分为二 然后地规的去构造它的后代 所以整个这个算法的复杂度的递推式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都可以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两个规模相当的子问题 而为此我们所花费的时间主要是消耗在中位数 median的计算上 我们知道很幸运 的确存在线性时间的median的算法 当然这里的线性时间还包括我们在确定的median之后 将点击中所有的点各就各位分到左右或者上下两个子级之中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递推式 它的结论我们也非常熟悉 没错 当然你很可能会考虑如何来对这个性能做进一步的优化 但是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在此前曾经介绍过 这样的一个性能已经是最优的了 那么经过我们刚才的预处理之后 所构造出来的那样的一棵树那样的一个树的结构 在空间的消耗上又是多少呢 我们也不妨来估算一下 请再次确认我们所构造的那棵树 无非就是对应于各个层子上这种子区域划分中 各个子区域的那样一系列的顶点 这些顶点有多少个 那么我们占用的空间就会有多少 请再次确认 这个数据结构作为一棵平衡的二分搜索树 它的高度是不会超过logn的 那么我们来清点一下它各层的顶点的数目 我们会发现在第零层 无非就是那个根结点 规模是1 深度为1的那一层有两个顶点 深度为2的那一层有四个顶点 依次类推直到最终的叶子那一层 我们把它加起来 就会发现总数不超过线性 当然还有更加简明 同样也很准确的估算方法 比如邓老师曾经教给你的一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纵观整个这棵树 从顶到最后的底 每一层上的顶点的树木 构成整体的一个几何极数 我们讲过 几何极数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极数 它的总和 居然只取决于它其中的那一项 也就是最大的那一项 在这里 其实也就是最底层的那些叶子的数目 我们刚才讲过了 所有的那些叶子 无非对于所有的输入点 各有一个 所以最底层无非就是n 既然整体是一个几何极数 那么它的总和 也就取决于它最大的那一项 也就是底层的叶子的数目 当然也就是on了 殊途同归